我婆婆把空门发挥到了极致 给我和女儿做的冬瓜汤 喝着有股酸酸的嗖味 她推突说是因为她给了醋 用过鸡的狗粮喂给我女儿当凝食吃 她哭喊说没有不健康 把抽油烟鸡的油刮出来给我和女儿做饭 她狡辩说是为了省钱 那为什么她不给自己和儿子吃这些 她这次又束不得那些沾上了农药的面粉 做成馒头端到我和女儿面前 快吃吧 奶奶 这冬瓜汤怎么有点酸酸的呀 女儿喝了一口婆婆做的冬瓜汤直咳嗽 她努力舒展开皱紧的眉头 小心翼翼地问道 算 那可能是因为我点了点 醋进去吧 婆婆的眼神闪躲 顺势躲开了 我要给她盛冬瓜汤的手 我不吃 你们吃吧 我特意做给你们吃的 这大夏天的 多吃点冬瓜 瀑布剥开女儿 想去加肉的筷子 快整狠地夹起一整块红烧肉 放进自己的嘴里 吃得满嘴流油 静怡 倩倩 这红烧肉 你们少吃点 我今天听养生专家说了 天气热的时候 就要少吃点肉 女儿听到这句话之后 吓得不敢去加红烧肉 只敢加面前的青炒豆芽 和拍红瓜 怎么不吃冬瓜汤呢 这冬瓜汤今天可得喝掉 婆婆面露不满 就要伸手给女儿装冬瓜汤 妈 这冬瓜汤我闻着 好像不是给了醋 是馊了吧 还是别吃了 到时候吃出什么毛病 进医院就不好了 我早就闻到冬瓜汤散发着一股馊味 只是想着 等婆婆进客厅了 我再倒掉 没理会婆婆的阻止 我直接把一整盆冬瓜汤 倒进了下水道 婆婆气气败坏地 对着我和女儿破口大骂 李静怡 你知见女人怎么这么败价 这冬瓜要四毛钱一斤 是我特意买回来 给你们母女轻火消暑的 周倩倩 你也不知道拦着你妈 挑三拣四 没有公主命 只有公主病 说着妈 我做的冬瓜汤酸 那么挑的嘴 以后嫁都嫁不出去 女儿有点害怕地躲在我身后 我熟练地用指团堵住她的耳朵 带着她就往楼下馄饨店走 老板 两碗虾肉馄饨 楼下馄饨店的老板 是对和善的中年夫妻 总是笑眯眯地接待客人 卫生也做了很好 所以我很放心 女儿在他们家吃东西 看了女儿对着一碗普通的馄饨 吃得满足又欢快 我心下一算 嫁给周志远之后 我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 并不是因为我和周志远赚不到钱 而是因为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婆婆 实在是太空门了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并没有和任何一方的父母住在一起 直到我怀上倩倩 准备花钱请了保姆来照顾我的时候 婆婆才突然怒气冲冲地跳出来说 四千块钱请的保姆照顾你 你也太金贵了吧 我们家可养不起你这种大小姐 我姐是说我是用自己工作的钱 请保姆照顾自己 婆婆脸上阴沉的脸色 才稍微减轻 但还是面色不分地碎碎念 你的钱不就是我儿子的钱吗 真是的败家娘嘛 随着又大声开始 和我说她那个时候怀孕是如何下地种地 如何为一家人做饭 如何去河边洗衣服 最后她单方面拍板决定 你也别请什么保姆了 我来照顾你吧 米拿四千块钱就发给我 反正咱们也是一家人 我有点犹豫 专业的保姆只要四千 还是单程的雇佣关系 比婆媳关系好处理一千倍 更何况她是我婆婆 我总不可能真的天天使唤她做这做呢 但请保姆 我几乎可以做甩手掌柜 安心养胎 朱志远出来打圆场 说一个月给她三千 让她来照顾我个孩子 婆婆来得不情不愿 当着我的面翻白眼 我儿子的钱本来就应该全放在我这 我只是因为心肯我儿子才来的 可不是为了这三千块钱 但果然不出我所料 婆婆一来 原本还算得上温馨舒适的家 一下子变得鸡飞狗跳 买菜 她要求从我这里另外拿钱 收纳三千只不过 是她照顾我的工资 买菜本来就应该另算 做饭 她想吃就做 不想吃的时候就找我拿钱 点个app上最便宜的外卖 让我对付一下 她出去吃饭 或者和朋友 打麻将 从来不会通知我 让我在家等得挨饿 家务 她从来不做 地上哪里脏就只使带着肚子的 我去打扫拖地 衣服不管内衣内裤还是袜子 一股脑全部扔进洗衣机 我怀孕饭量大 有天中午落醒 准备自己去厨房下点面条 无意听到婆婆不知道在和谁打电话 她得意洋洋地和电话对面的人 传授她的经验 而媳妇就得这样整治 对她那么好 谁知道什么时候她就会蹬鼻子上脸 我可不是好欺负的 我以前生小孩的时候 哪有人来照顾我呀 还不是照样下地做饭洗衣服 现在的女人怎么那么娇贵呀 要不是为了她肚子里 我家志远的大孙子 鬼才来伺候她 我努力平复心情 却还是被气得腹痛难忍 坐在地上喊了几声婆婆 也没人听见 我只好自己忍得痛苦 磨动到房间 拨通了急救电话 虽然是早产 但还好女儿各项指标都很健康 刚醒来没有一点力气的 我松了一大口气 病房的门半开着 我看到老公和婆婆 在病房门口说话 婆婆的声音尖利刺耳 隔着远远的 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至远 你老婆怎么生了的赔钱货 忘我辛辛苦苦伺候她这么久 我本来都打算好了 等我的大孙子生下来 我就住在你们家照顾你们 可这女的肚子也忒不争气了 我老公在旁边好生好气地劝为婆婆 替我说好话 妈 也不能这样说 是不是 现在提倡 生男生女都一样的 你要实在想要为孙子 我和静怡后面再努努力 婆婆就这样顺势住了下来 我打电话给我妈妈诉苦 我妈心疼我 却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是劝媚我 你是她儿媳妇 她伺候肯定多多少少 有点不高兴 可是倩倩那是她亲子女 她肯定比保姆要上心的 你好好处理婆媳关系 别让志远寒的心 却被婆婆听到 去老公那里告状 她一摆在我面前的飞扬跋扈 趾高强 在周志远面前哭成了泪忍 我就知道 我伺候你老婆 还伺候出无事来了 还打电话和她妈说 我的不好 她生了的赔钱货 我都没说什么 志远 妈妈老了 被儿子儿媳嫌弃 也只能怪妈妈不中用 你们过好日子就行 妈这就走 我刚想开口辩解 周志远就给我使了的眼色 婆婆不停追忆过去 她如何拉扯周志远长大 周志远心软下来 妈 你这说的说什么话 我们哪里舍得你走 我替静怡向你道歉 你别生气了 都是儿子不对 回房间之后 她又拉着我的手和我道歉 静怡 对不起 我妈把我带大不容易 我不可能把她挡回去的 我理解她 但心里的疲惫日益增长 坐月子的时候 婆婆依然百般阻挠 但我还是坚持去了月子中心 我想着出了月子 就自己去找个保姆 让婆婆去做她自己的事情 毕竟她是我老公的妈妈 为了她 我忍 结果谁知道我坐完月子 回家第二天 她就趁着我在客厅午睡的时候 一把把我的头发全部剪短 直接卖给了收头发的 看着她用手沾的拓沫数珠手里的几张百人大钞 我心里的怒火怎么也压不下去 我看着被剪得像狗啃的一样的头发 气得说误出话来 这是我留了五年的长发 婆婆躲在周志远后面 屡直气壮地昂着头 你刚回来 地上就全是你的头发 我还不是心疼 志远在外面工作那么辛苦 回来还要给你拖地 这头发有什么用 你都嫁给我们志远了 难道还想得勾引其他男人吗 这卖了一千块钱 多好 谁叫你自己不做家务的 怪得了我妈 婆婆把一千块钱数了又数 眼里闪出贪婪的金光 似乎是怕我要这些钱 她连忙放进她贴身的钱包里 我被彻底惹怒 强硬地告诉周志远 必须让她回去 周志远无奈地和我商量 最后我们多个退一步 选择了折中的办法 婆婆回家 但是每个周末 让她来看她儿子和孙女 我点头同意 但真正实行起来 哪有那么容易 婆婆从开始的住两天 到住三天 再到现在的 又完全住在了我们家 想到往事 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吃完虾肉馄饨 我开车送女儿去上学 回家的时候 刚好碰到婆婆 在买菜的地方 和别人话家常 我刚想下车问问婆婆 需不需要我 烧她一起回家 就听到婆婆在和几个 和她年龄相仿的女人 交流空门心得 我今天把那个臭热的 鱼主给我儿媳妇吃 加了酸菜 告诉她那一点点的怪味 是因为鱼都比较腥 她立马相信了 吃下去一大盆 别提了 天气热菜就容易搜 我中午把那搜了的冬瓜 做给我孙女和儿媳妇吃 告诉她们 是放醋 没想到她们嘴那么刁 一下就吃出来 还被我儿媳妇 全给倒掉了 我在家都把我们家 抽油烟漆里的挂出来 继续用那个油 给我儿媳妇炒菜做饭吃 她哪里吃得出来 我让她多吃肉 她还傻乎乎地 以为我对她好累 转身就给我买了这身衣服 你们看她好不好看 她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怎么省钱 怎么把坏掉的菜 做个儿媳妇吃 我的脸一下子飞下来 我美喊婆婆 开车直接去了公司 虽然我们公司是弹性时间工作 但我实在是不想单独 和我仆妇共处一事 我打开电脑 开始努力工作 钱握在手里 才能有底气 自从我怀孕开始 我就意识到 婆婆式地埋在 周家的大雷 所以我和周志远商案好了 我们都不用 把工资交到小家庭里 钱都放在自己那里用 那个时候 周志远的工资比我要高 她犹豫了片刻 就爽快同意了我的建议 好在我公司 是靠业绩说话 现在我一个月的工资 能抵得上周志远 一年的工资 我把这些钱 都存在了一张卡里 没告诉我任何人 接女儿放学回家 我正准备和周志远谈谈 就看到婆婆拿了一包 包装精美的零食 塞进我女儿的手里 亲倩 你吃点这个 奶奶给你买的零食 亲倩看了我一眼 食言了片刻 还是接了过来 谁知道刚吃了一口 她就直接吐了出来 我连忙劈下周志远 快步走到女儿身边 一边焦急地拍着她的后背 一边拿起她手里的零食查看 那是一包过期的狗粮 怒气一下子冲到头顶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 压下心里的怒虎寻闷 妈 这是狗粮 你生日拿错了 婆婆刚把桌上 我给女儿买的进口零食 塞进嘴里 回到我的时候 嘴里含糊不清 啊 我不知道啊 小区有人发 我就拿回来了 见我面色严肃 她才善善地说 怎么了 这也没有什么不健康的呀 现在你们这些年轻人 不是都乐意 把那些猫狗当小孩养 肯定是健康的 你放心吧 我不愿意再和她争执这个问题 直接把那包过期的狗粮 扔进了垃圾桶 瀑布眼里闪过一丝心糖 嘴里还想说些什么 我直接把女儿拉回了房间 让她先写作业 晚饭的时候 扑扑做好了一大桌子的菜 最难得的是 今天肉菜居然比素菜要多得多 平时就算是下午周之远 在家吃饭 也就是一两个肉菜 扑扑还总是严防死守 不让我和女儿多吃 儿子 你多吃点这红烧肉 其他荤菜 就让倩倩和静怡多吃点 他们中午不爱吃那个冬瓜汤 静怡就把整盘倒掉了 弄得我都不敢做素菜了 我在卫生间洗手 听到女儿怯生生地帮我说话 不是的爸爸 那个冬瓜汤有股酸酸的味道 应该是搜到妈妈才倒掉的 你这死小孩 说了是我放了醋放了醋 还在那里撒谎 就知道向了你妈妈 死没良心地赔钱货 我洗手出来 冷着脸看了一眼婆婆 她立马收了声 只是嘴里还不服气地嘟嘟囔囔着什么 女儿没去加肉 只是加了一筷子空心菜 还没送进嘴里 婆婆就破口大骂 中午叫你吃菜 你就想着吃肉 现在让你吃肉 你又去加菜 你是不是贱得慌啊 我皱了皱眉头 还没来得及开口 周志远就开口安抚她妈 妈 倩倩想吃什么 就让她吃什么 我们家不缺这一钱 又加起一块鸡肉 放进女儿碗里 倩倩 奶奶也是为了你好 你要多吃点肉 才能营养均衡 知道吗 我脑海里突然闪布中午的画面 赶紧打掉了女儿 即将送进口中的鸡肉 不理会婆婆在背后的大喊大叫 打开了抽鱼烟机 果然 妈 你生事把抽鱼烟机的油 刮下来做肉菜 我怒气冲冲地质问婆婆 婆婆眼神闪躲 看这里看那里 就是不敢看我的眼睛 是 是又怎么样 人家王沈都和我说了 他们家都是吃这些油 不也没吃出什么问题吗 就你娇贵 沈沈 人家媳妇还高高兴兴地 给婆婆买了新衣服 就你不使好人心 还在这里骂我 我气得太阳穴直跳 一把拉过周志远 周志远 你自己说说 这抽油烟机的 油能做菜吃吗 这是会吃死人的 果不其然 周志远又开始 祸心一般地安慰我 静怡 你也别太计较 妈也是为了我们这家省钱 她都是为了我们这家着想啊 周志远 善笑着来揽我的肩膀 被我躲开 周志远 这抽油烟机的油 怎么可能能吃 你也是硕士生 难道不知道吗 这是会死人的 我找到之前看过的新闻 打手机 对到周志远的面前 周志远不耐烦地 推开我的手 走到他妈妈那边 皱着眉头指责我 我妈把我养 这么大不容易 她都给你做饭了 你还不满意 我冷笑一声 行 那你们母子俩 现在把这个放抽油烟机的油菜 全部吃下去 我就不生气 周志远和婆婆 哑口无言 面色不渝 恶狠狠地看得我和女儿 女儿年纪小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怯生生地躲在我身后 我把女儿一把抱起来 直接开车回了娘家 开车的路上 女儿一直奶生奶气地安慰我 我却因为女儿的懂事 对老公和婆婆的怨念更深 婆婆不断得寸进尺 我一直忍让 都是为了维系 我和周志远的婚姻和感情 我和周志远是校园恋爱 我们是大学同学 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跌宕起伏 就像大多数朋友 变恋人的情节一样 我们先是一起约着 去图书馆看书 一起去食堂吃饭 一起去操场散步 她和我表白 我答应了 我们考了同一个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毕业之后 又留在了同一个城市 感情平淡如水 但好在细水长流 一起上学的时候 她经常先把我送到我上课的地方 然后再自己去上课 一起吃饭的时候 她总是把我爱吃的菜挑出来 夹在我的碗里 然后把我不喜欢的菜 从我碗里挑过去 一起散步的时候 她让我走在那圈 不容易被跑步的同学不小心撞到 在马路上的时候 也时刻注意 我一冷 就立马把外套披在我的身上 这样的小细节很多 我一点一点被打动 逐渐一颗心都吸在了她身上 刚住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俩都兴高采烈 那时是我们俩刚工作 我们搬进租的房子的那天 她不仅把家里打扫得干淡净净 还在家丢我做好几个菜 穿的围裙一个一个端上来 我拖着脸 一脸幸福地看着她忙前忙后 把第一口菜放进嘴里的时候 我的眼睛就亮了一下 哇 好好吃 刚刚就想说 你怎么这么会做家务啊 打扫得这么干净 饭菜也做得这么好吃 真厉害 她家里一块排骨 放进我的碗里 笑着摸我的头 以前在我家 我也经常打扫做饭 我妈不太擅长做家务 而且她特别喜欢吃我做的饭 放心 我们结婚之后 家务我成包啊 我笑得甜蜜 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 年龄到了之后 我们自然而然地结了婚 我们两家门当互对 家庭条件差不多 不算大富大贵 但也还算是小康家庭 除了当时和她家谈 彩礼钱的时候 她妈妈面色不太好看之外 我们结婚非常顺利 没有什么矛盾 其实彩礼钱也不算太多 六万六 取个吉利的数字 我也知道 这对于周志远家来说 这是很轻易就可以拿出来的数目 刚结婚那段时间 我们也一直过得挺幸福的 只是这种幸福 被婆婆的到来彻底打破 而我为了那些幸福的记忆 和对周志远的感情 始终容忍着 妈 你不知道 周志远那个妈有多过分 女儿在房间睡着之后 我慷慨激昂地和我妈吐槽 婆婆的所作所为 以前她给我吃猫粮罐头 把我吃到医院去洗胃 我也没说什么 但她怎么能得 倩倩吃过期的狗粮呢 那可是她亲孙女呀 她中午做的那锅冬瓜汤都馊了 还骗倩倩是只是给了醋 我哪能不知道她 之前就故意把烂番茄 捣碎炒蛋给我吃 害我得了急性肠胃炎 我还不知道她 我那么防备 她不是为了倩倩的健康着想 妈 你都不敢相信 她今天做什么我这么生气 她把抽油烟机的油 刮出来炒菜做饭 我说 怎么今天舍得放那么多油 做那么多肉 我躺在我妈腿上 一边大大的啃了一口苹果 一边继续气冲冲地 和她细数我婆婆的奇葩事件 你说说 她自从住进来之后 我们家多了多少糟心事 甚至我和志远的感情也大不如前 我们都快三个月没有夫妻生活了 每次她妈都要求我们开着门睡觉 说是她一个人睡觉害怕 周志远也是 总是祸悉泥 也不去劝劝她妈或者做点什么 有实质性帮助的事情 这次她不和我好好道歉 我绝对不原谅她 我恶狠狠地继续砍了一口苹果 把苹果和扔进垃圾桶 我妈在一旁游说我 哎 婚姻就是这样的 你也不可能因为这点小事就离婚 到时候 亲戚朋友又说三到四 我听得心烦 摆了摆手 制止她继续往下说 直接进房间睡觉了 第二天 周志远果然提着礼物 上门来求和哄我 这么多年 我是真的受不了婆婆 但一直没离婚 一是因为我 还是想得欠欠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我觉得没有婆婆 周志远还算是个不错的男人 二是因为周志远 虽然每次都站在我和她妈中间 摇摆不定 甚至大多数时候 她都替她妈说话 但每次私下总是会哄着我和我承认错误 然后道歉 态度好的挑不出毛病 三是我爸妈思想传统 总觉得离了婚的女人一定是不幸福的女人 所以我一直也没敢和她们提这件事 周志远陪着笑脸 把礼物和烟酒拿给了我爸妈 然后走到我的卧室 坐到我身边 拉着我的手臂 静怡 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我知道错了 我妈她就是那样的人 从小她是节省 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分钱来花 但她也没什么坏心思 她也不知道 戳油烟机的油刮下来吃了会怎么样的 我刚严肃地批评过她 她也和我保证了 以后绝对不再这样 而且我还去和王沈家二媳妇说了 提醒她注意点 别把孩子吃出什么毛病 你就和我回去 好吧 我以后都站在你这边 周志远的态度很诚恳 就像她每次道歉一样 我的心已经软了一半 周志远又继续拿出一大堆玩具 你看 我妈还去给倩倩买了一大堆她喜欢的玩具 她也知道自己做得不对 你就别气了 好不好 我另一半的心 尹姨妹女儿软了下来 但推半旧地收拾了行李 和她回家 让我震惊的是 我这次回家之后 扑扑的态度 居然真的发生了巨大转变 我一到家 她居然难得地没有翻白眼 而是笑容满面里迎上来拉着我的手 静怡 静怡都是我的不对 你别生气了 以后我对你和倩倩 不会像以前那样的 志远已经严肃地批评过我了 我诧异地看向周志远 她微笑着向我点了点头 自那之后 婆婆就一直表现得特别和爱亲切 她买了一大堆海外进口的零食 放在客厅和倩倩的卧室 让倩倩想吃的时候 随时可以吃 她做菜也不再留着菜放在冰箱里 而是每天都去买新鲜的菜和肉 然后再做给我们吃 也不再像是以前那样的全素燕 有虾有肉有蛋 营养均衡 有时候她没空或者去打麻将 还会自费叫大饭店的卖卖给我们 她甚至还得我和女儿一人 买了好几件衣服 我受宠若惊 道谢之后 摸着感觉布料材质样子 都还不错 我对她的态度 从狐疑到愧疚 可能是周志远的话 真的让婆婆思考 然后忽然之间她顿悟了 我这样想 我开始试着和婆婆好好相处 比如周志远不在家 而我刚好有空的时候 我会去厨房 帮她处理一些 要切要洗的肉和菜 比如我帮我妈妈买衣服首饰的时候 也会帮婆婆戴上几件 我以为我和婆婆的关系 更进了一步 谁知道 她根本没有悔改之心 这些表象 只不过是她装出来的而已 中卧的下午 周志远说 公司有事需要加班 女儿也被我送去上舞蹈班 只有我和婆婆两个人在家 我看得婆婆在厨房奋力地揉着面 效应的自告奋勇 妈 我来帮你吧 我力气大 而且我们两个人 做也更轻松些 谁知道最近这段时间 一直亲和的婆婆 突然露出警惕的神色 她打掉我伸过去的手 护住那一大团面团支支吾吾 不用了 这已经好了 你要不去 你去买点肉回来吧 我待会做点馒头 再做点包子 我心里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假装应下去买肉的事情 然后趁着婆婆去上厕所 揪下来一小块面团 我戴着手套 小心翼翼地把面团放进袋子里 准备拿着去找食物成分检测中心 检测一下这块面团 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 那自然万事大起 我开车去到食物成分检测中心 加钱要求他们能更快地出结果 集火出来后 我心神大震 拿着报告的手颤抖的几乎要拿不稳 这面团里面居然掺了农药 如果把抽油烟机的油刮出来炒菜 我尚且还可以算婆婆 不知者不醉 但她做了一辈子的农民 不可能不知道农药的杀伤力有多大 要是我和女儿真的吃下了她用农药 做的包子馒头 那肯定必死无疑 我在检测中心 做了半个小时 来平复我复杂的心情 看那手表上时间还早 女儿的舞蹈班还没下课 就先开车去了周志远的公司 准备拿检测报告给她看 然后告诉她一切 谁知道我开车到周志远的公司的时候 她公司空无一人 根本没人在加班 我压下心里的震惊 深吸了一口气 拨通了周志远的电话 你在哪 周志远没听出我语气的不对 还淡定地和我调笑 在公司加班呢 怎么了 想我了 我浑身的血液 瞬间冷却下来 她根本不在公司加班 她为什么要骗我 我不想打草惊蛇 敷衍地回答了几句 就挂断了电话 我跌跌撞撞地回到车上 仿佛全身的力气被抽干 这么多年 我为了她容忍扑获的所作所为 她居然有事欺骗我 瞒着我 为什么 我不动声色地去接女儿之后 回了家 在路上 我反复叮嘱她 爸爸和奶奶给她任何东西 她放进嘴里之前 都必须要告诉我 她乖巧地点点头 我的心才稍微放下来一点 回到家 出门的时间这么长 扑不见我还是没买肉回来 嘴里慢慢咧咧地 把面团收了起来 点了个外卖 我问起的时候 她就表情不自然地说 今天太晚了 明天再做 我前脚刚问完 后脚周志远 就拎着功能包 进门换鞋 累死我了 今天老板非要我们几个加班 担那项目 周志远一边穿家里的拖鞋 嘴里一边和我抱怨 要是往常 我肯定会配合得硬喝几句 但我今天实在是没有那一心情 而且她明明根本没有去上班 见我不说话 她又少来从背后抱住我 我的身体顿时已讲 今天怎么了 感觉也好像心情不太好 周志远从背后环抱住我 顺势抓住我的手 没事 就是身体有点不太舒服 我的胃里一阵翻腾 只能努力保持表面上的冷静 晚上的卖卖 我看得确实是大饭店的卖卖包装 又看得周志远和婆婆 都大口大口地吃下饭菜 才放心地让你而吃 但我确实没什么胃口 所以没吃太多 晚上我把周志远平时吃的维生素 换成褪肥素 趁着周志远熟试过去 我偷偷拿过她的手机翻看起来 各个软件看起来都很正常 也没看到什么可疑的女人 难道是我想错了 周志远确实不像有花花肠子的男人 直到我点进了一个 看起来有点奇怪的公司小群 这个小群的群名称 是他们公司的名字 却只有三个人 果然 一个号几乎没出现在聊天记录里 全程都是她和另一个号 在互相对话 开始还只有对面的一个号在发 志远 我爸说了 你要是那把我哄好 替爸和加工资都不是问题哦 我是你们老板的女儿 哪里比如上你那老婆了 她都人老猪黄了 我这么漂亮 你真的不心动吗 还有许多大尺度的照片 看得出来 是得又漂亮身材又好的女生 如果她说的属实 她还是周志远公司老板的女儿 那可是妥妥的白富美啊 我不知道 他们私下会不会见面 有没有联系 但从聊天记录来看 他们已经逐渐亲密起来 甚至天天都会打视频 周志远会和她抱怨工作的辛苦 还会和她吐槽 我和婆婆之间不断的矛盾 她从一开始的热情如火 到后面完全占据主动地位 看得出来 她不仅想要上位 还直言根本不想看到我和女儿 她胎下农药的照片 发来信息 你把这个放在面粉里面 让你妈揉成面团 做给你老婆女儿吃 他们肯定是必死无疑 涉及到杀人 周志远开始犹犹豫豫 这不好吧 我和她离婚 然后我们去其他城市发展不好吗 要是被警察调查到 我们俩和我妈都逃不脱啊 对面直接生气不回话 没过几天 周志远就妥协了 好好好 都听你的好不好 谁叫我那么爱你呢 我的心里掀起惊涛骇浪 拿手机的手颤抖起来 几乎要拿不稳手机 我快速翻阅着聊天记录 用我的手机 把这些聊天记录 全部拍了下来 然后悄咪咪地 把周志远的手机 放回了原位 后半夜 我去了倩倩房间睡觉 我实在是没办法容忍 我的枕边人 想要伙同别人 害死我和我们的女儿 说是睡觉 我也根本没睡着 我死死盯了天花板 脑子里一会闪过 周志远后结婚歧视的画面 一会闪过他妥协答应说 愿意拿农药 杀我和女儿的画面 快天亮的时候 我才看他入睡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看到周志远 在帮婆婆包包子 见到我从倩倩房间出来 笑咪咪地招呼我 静怡 你起床啦 快去刷牙洗脸 马上第一锅包子就蒸出来咯 这包子很香 待会你和倩倩多吃点 我先冷静地走到厨房 看了看他们包的包子 看起来倒是没什么异样 我观察了一下 他们俩都在厨房包包子 但蒸锅在外面蒸的包子 我躲进厕所 脑子里飞速地想的办法 我在外卖软件上 离我最近的包子店 点了十个和我婆婆 还有周志远包的包子 形状大小差不多的包子 叮嘱他们不要敲门 放在门口就可以 那家包子店就在我家门口 不到五百米的地方 果然 不到十分钟 起手就和我说 已经按我的要求 放在了我家门口 他还拍了一张照片发抵我 我回来都OK 我捏手捏脚地走到房间 女儿已经醒来了 我反复告诉她 待会千万不要吃 爸爸和奶奶给的任何东西 她懵懵懂懂地乖乖点头 亲倩 你去厨房吸引奶奶和爸爸的注意力 妈妈连事情要做 如果爸爸或者奶奶 有人要出厨房 或者开箱厨房外面 你就咳嗽提醒妈妈 知道吗 我严肃地和亲倩商量 现在只有我们能救我们自己 亲倩点了点头 走进厨房 去和朱志远还有仆户说话 我分速开门 拿进门口的外卖 不顾蒸锅的热气 和刚出锅包子的滚烫 就拿起蒸锅里的包子 就往我准备好的塑料袋里倒 然后把我买的包子 整整齐齐地买上去 我刚走到一半 正想把这些包子扔下楼 却听到倩倩咳嗽一声 我连忙把那些掺了农药的包子 扔进离我最近的倩倩房间 直接滑进了倩倩的床底下 我松了一口气 包子真好了 快来吃快来吃 周志远把倩倩抱到椅子上 甚至还切了清她的脸蛋 打开蒸锅 给我们一人家两个大包子 你们不吃吗 我知道这个包子 已经是我换过的包子 冷静地咬下一大口 周志远看到后 眼里流露出欣喜的神色 我和妈吃下一锅 你们先吃 周志远打着哈哈 我大口大口地吃着包子 倩倩也小口小口地吃着 周志远看到我们吃了一会 就蒸上了新的包子 倩倩伸着小手 拿手里的包子去喂周志远 去被她躲开 我和你奶奶待会吃那一锅 这锅你们娘俩多吃点 特意包了很多漏进去 倩倩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周志远和婆婆进了卧室 我又赶紧如法炮制 把蒸锅里的包子 换成了第一锅的 第二锅的 暂时也藏在倩倩的床底下 我大口大口吃完包子 让倩倩化好衣服 看得周志远和婆婆 试下他们自己做的农药包子 我才放心下来 我和周志远打了声招呼 我先送倩倩去上学了 你和妈妈慢慢吃啊 我把第二锅的包子 装在我的包里 趁着送倩倩的时候 找到一个监控死角 扔在了垃圾桶里 没有留下任何指纹 果然 等我再次回家的时候 婆婆和周志远 口吐白沫倒在地上 如果不是我发现 那现在 这副模样的人 就是我和女儿 我报了警 婆婆和周志远 都死了 因为我是第一现场发现人 自然也被列入了 嫌疑人的范畴 我把倩倩托付在我妈那里 跟着警察接受调查 但很快 我就回了家 因为他们发现了 周志远和那个女人的聊天记录 甚至找到了周志远 购买农药的购买记录 还恢复了周志远和 婆婆打电话的电话录音 他们想用农药 害我和女儿的事实被发现 而我 一罪从无 警方已务实农药结了案 而警方也告诉我 那个女人根本不是什么老板的女儿 只不过是有骗子而已 周志远可能知情 但不愿意相信 所以还是对我和女儿下了手 我感激替林德和警察道谢 转过身 立马对周志远的行为 感到一阵恶心 好在她和婆婆都已经死了 我继承了她大半的财产 带着女儿去了更大的城市发展 我爸妈总催我再找一个 可天高皇帝远 他们也管不着我 我得到了更好的工作机会 薪资待遇也更高 可以为倩倩和我自己 提供更优质的事 倩倩也很懂事 平时会帮我很多忙 也很能理解 共情我的辛苦 我们一个没有了老公 一个没有了爸爸 但我们的生活 好像更幸福了 贷道 下